證照考試蠻多的 目前我用的就是 TQC 你後面再一個加號 OK 它有個官網在這邊 就是TQC專案 TQC加的 專業 設計人才認證 因為目前 其實專業技能比較偏向是 一些設計相關的工作 所以你可以看到認證內容裡面 目前最需要的人才大部分 它會有一些相對應的證照 比如說你要做建築跟室內設計可能要會AutoCAD 所以它這邊有證照 或什麼ScheduleUp等等的相關的東西 像程式的話這邊也有啦 AutoCAD這邊也有 電子電路啦等等 或者是像Python啦 R啦 這邊其實也都有 其中我們現在做的 其實就是這個 底下有什麼 應該有看到 Photoshop在這裡 有沒有 Photoshop有翻成Photoshop 編輯製作 跟影像處理 那它這邊有兩張證照 那其他的話 你可以點擊進來 裡面有跟你講說考試的相關內容 你會發現 這一張 就是考兩個類型 一個是影像處理 一個色彩與表現能力 那等於是說 考兩題 一題大概20分鐘 類似就是我們現在上課的題目 反正就發一個題目給你 然後呢也給你檔案 叫你在一題20分鐘裡面把它做出來 那做的話 理論上 你也只要做 它不可能100%一模一樣 只要做接近就可以 理論上這個也是 人工月券 他會找那個 專門老師幫你看一下 你做的事是不是符合 他們要的結果 那理論上你只要達到70分 他就發證照給你了 所以如果假設 你希望取得類似的證照啦 或許你可以到這個類似的認證中心去稍微看一下 那這個好像兩類比較少一點 這個是四類 所以如果你想要再考更困難一些些 那這個就是四題 剛剛是兩題40分鐘 那這個的話是四題60分鐘 也就是說呢 剛剛一題20分鐘 這一題的話只能給你15分鐘 然後 他又多考什麼 等於是說前兩個再加後面的 難度當然也就更高了 如果各位有興趣的話 不妨可以參考一下 那個他的官網上面 的這個相關說明 OK 那當然除了這個證照之外啦 如果你對設計類有興趣的話 我剛有提到 還有像Illustrator 有沒有 像網頁設計的話 像Dreamweaver這個也會 蠻重要的 那其他還有相關的 各位如果有興趣的話 不妨可以再參考看看 那接下來的話呢 我們第一個 所以剛剛第一個 請各位就是開啟Photoshop 第二個的話呢 請你下載那個 練習檔 練習檔的話 你可以看到 可以先從102啦 我是把它全部下載下來 我是建議你如果 不想每一次呢 都到那個雲端上面 每次都下載 那麼麻煩的話 那其實你是可以全部下載 然後把它解壓縮 解壓縮這個102 102裡面的話呢 其實就會有 我們需要的檔案 所以我這邊已經解除了 102 那裡面基本上呢 會有三個檔 那你三個檔你會發現 它其實有副檔名的 有沒有 只是說 我們預設的 電腦環境 其實是 副檔名是隱藏起來 所以我建議啦 你可以把那個 有沒有 檢視 裡面有一個叫 副檔名的 你可以把它打勾一下 那這樣的話會比較貼近 要你做的那一些問題 比如說題目裡面有提到說 你最後結果 要長得像 PSD01.TIF 有沒有 如果你假設你這個 副檔名沒打勾 你就不知道說 原來它指的是這個東西 我們來看一下題目 題目部分 我剛剛有講到 這個題目檔 就這一題 我把它放大一下 那因為呢 它這個題目黑白的 所以你這樣看 其實看起來 不太知道 到底是做什麼 所以它這個地方有個完成 叫 跟這個一樣 TIF 那TIF的話呢 實際上 你可以把它打開 基本上就長得類似像這樣子 也就是說呢 它其實可以分成 應該幾個部分 總共四個部分 第一個部分是背景 背景它要是個漸層色 就是上面是紅的 下面是白的 由這個方向 然後它的尺寸的話是300 有沒有 成250 這是第一個 所以背景是第一個需求 第二的話是吉祥物 所以這個吉祥物是第二個 它本來是在另外一張圖 所以我不需要怎麼樣 把它從另外一張圖 把它去背了之後 然後呢 移到這張圖上面 有點像影像合成 OK 所以其實還蠻常遇到 比如說像 你想要把網路上的 某一隻 一個動物好了 移到另外一個背景的話 那當然第一個 你可能還是需要 先把它 先把它選起來 有沒有 可是你要選的時候 特別注意喔 這個外面的 這個框框 你要把它框好 你不能 有一些 沒有選到 或者是選出來 有點像狗咬的 OK 而且不要讓人家看到破綻 所以你可以看到很多雜誌 很多報紙上面 其實很多的那個照片是合成的 那你怎麼知道合成的 OK 其實有的時候 合成的好是看不出來的 但是如果合成的很糟糕的話 說真的 你現在看一下它的邊緣 這個邊緣怎麼合成的這麼糟糕 馬上看出來這是假的 像很多照片好像不是都合成的嗎 那你怎麼知道是不是合成的 OK 所以高手的話看不出來 所以PS大神有沒有 哇做出來 像網路上很多 照片合成的結果就是厲害 完全 看不出破綻 那第三個就是這個宋春 這個宋春是第三個 所以背景 吉祥物 然後宋春其實主要是 他給你一張圖啦 這個圖的話實際上就是文字 宋春這兩個字 那他要你怎麼樣 再後面加上這個陰影的背景 本來其實好像是白色吧 那他要你怎麼樣 在背後呢 做一個背景黑色 有沒有有點像背景有個黑色的立體感覺 這個是第三個 那第四個的話就是加上這個新年快樂 所以這個 第四個 也就是這張圖 必須有 四張 四個部分 所組成的 那我們等一下就是要分別完成 那按照題目要求一個一個來解決 所以首先的話呢 第一個啦我們按照這個題目要的 作答虛知 一 請自行建立一張新的圖檔 它的尺寸 它的像素 還有它的色彩模式 那底色是要這樣子 並且把它存檔 存檔叫PSA01 我這邊把01改成102好了 不然的話 第一類全部都01的話會衝突 所以 這個可能改一下 PSA102 副檔名他一律是PSD OK 好那我們第一個啦 先完成第一個步驟 所以 接下來的話呢 我們就開啟Photoshop 然後呢 怎麼樣開一個空白檔 當然很簡單嘛 因為類似像我們一般在使用工具 你可以找到檔案裡面 有沒有 如果你要開檔 你從這邊開檔 如果你要新檔 你就開新檔案 然後接下來的話呢 上面有個名稱嘛 那我們就按照名稱給他 叫什麼 PSA102好了 然後副檔名其實你不用給沒關係 因為副檔名 預設就是點PSD OK 接下來的話呢 這一張圖 他的有幾個數據有沒有 他這邊要300x250 然後72像素英寸 也就1英寸裡面要72點的意思 那我們就分別按照他要的 把它設定上去 記得喔 你這邊寬度 他是300 所以你記得300 但是後面預設是公分 特別注意喔 千萬一定要 我建議是先改 改成像素之後 再來輸入 OK 不過 記得啦 你不要忘記改 因為之前有同學 忘了改 那個像素 他是公分 變成這張圖 非常非常大 300公分 300公分就3公尺 哇那就是一個巨型海豹的大小 所以差108千里 那寬度的話是250 所以這邊輸入250 那剛剛這個地方 第二個問題是 72像素1英寸的話 其實在這邊 他有跟你講 這個是解析度 那什麼叫解析度 其實他這邊有單位嘛 一個像素 其實就是一個英寸裡面 1英寸就是 應該知道吧 就是 2.54 乘上2.54 的一個大小 也就是說 如果假設1英寸裡面 這麼大好了 他裡面呢 總共就是會有 72個像素 72像素白話意思是72個點 那個點的話是有顏色的點 也就是說呢 把72像素放到這裡面來 的意思喔 那 如果說啦 假如說你將來希望 列印的時候 因為有時候你 拿去列印的時候 你會發現奇怪印出來怎麼像馬賽克一樣 主要原因在哪裡 其實跟各位講 就是在這個解析度 也就是說如果你 一個英寸裡面的點 假如越多的話 那 相對的那個點越多 那一定那個點的 這個什麼呢 他的 距離 還有他的大小一定是越小 也就越小的話 也就是你放大看 就看不出他其實 有那個點狀的 這個狀態 所以特別注意喔如果你解析度假如說這72像素 你拿去列印的話 一定會變成 馬賽克狀 所以喔如果你假設 以後要輸出一張照片的話 跟各位講 你這個解析度 千萬不要是72 至少要多少 至少要300 不過有一些好像大概100 最低最低下限啦 我是有看過有人用150的 也就是1英寸裡面 至少啦 至少啦我是覺得要300個點 來列印的話 比較不會有那個 就是點狀的那個狀態 所以也就是說呢如果你的1英寸裡面點越多 相對列印出來呢 越細緻 OK這個也就是說 為什麼 如果你假設拍照要拍很大張的海報的話 最好是用越高畫素的 這個相機來拍攝越好 為什麼因為你像素越多 你沖洗出來的點越小 相對的話會越細緻 你千萬不要找那個 像素很低的然後拍拿去沖洗 結果效果怎麼不如預期 OK所以這個地方特別注意 我們剛剛就是開一個新檔 然後呢設定它的檔名 它的寬度 記得喔這個像素一定要改 改成300個像素 高度的話是250 然後呢解析度 72 那底下的話呢它這個色彩模式它有提到就是 要8位元 OK 那這個所謂8位元的話就2的8次方 也就是說這張圖最多的 這個顏色數量的話呢 2的8次方多少 就256嘛 所以等於是如果你是 8位元的 照片的話呢 那最多就只有256種顏色 其實2506種顏色 夠不夠呢 其實說真的還不太夠 如果你印出來你會發現奇怪 它這個顏色好像沒有那麼豐富 為什麼呢 因為它是8位元的 這個有點像是如果你們有玩那個遊戲機的話 應該知道以前的那個像最早最早 很久以前那個任天堂是8位元的 有沒有那個顏色就是 那個電視機 解析度不夠 所以那個顏色就不豐富 後來好像就有什麼SEGA SEGA就是16位元的 也就是2的16次方 2的16次方好像就比較多 好像6萬5千多種顏色 後來才演變成 24位元 32位元 甚至64位元 位元素越多的話 顏色越豐富 OK那同樣的道理 所以這裡當然 提問要我們8位元 我們就8位元 那背景顏色的話呢 它要什麼顏色 這邊要的是 白色 OK所以呢 我們就把這個 設定好就按一個確定 那你會發現它就產生一個 空白的一個文件 那你可以看到 主要可以從那個下方這邊可以看到一些相關訊息 他會跟你講說這張圖 它目前佔用那個檔案的大小 不過我建議 你可以把這個 單位可以改一下 改成用那個 我一般習慣 還是用什麼呢 用它的 它預設是文件大小 我是建議 你可以把 這個箭頭點下去 顯示的時候 改成文件的尺寸 有沒有 如果你改成尺寸的話 本來是大小 改成尺寸之後 有什麼改變 你會發現 這張圖呢 它的公分 可是你想說 老師那我如果不想用公分的話怎麼辦 沒關係你可以改成像素 但是這個地方可能要 從那個什麼 從那個設定裡面去做修改 OK 那請各位先試試看 先把那個 一個新文件先產生 畫面先還給各位一下 那底下的話呢 就是要做 四件事情 我們剛剛才是做 第一件事 就是 先產生一個背景 那這個背景產生之後 待會應該還是要我們做什麼 做那個 把這個背景 做成漸層的 OK 然後 第二件事的話 才是把那個吉祥物 做去背 然後搬到 這個背景上面來 那請各位先試試看 好了 吼 各樣的